今年香港區國際不再恐童日 主辦單位竟然找了葉劉淑儀做宣傳 引起同志界和社運界一片嘩言 他們又為何找葉劉淑儀做宣傳呢 為何會說現在很多人說為何找葉劉 有些人說為何要卑躬屈室去找葉劉 其實為何找葉劉呢 就是覺得每一個議員 每一個政黨都找 反而葉劉淑儀真的肯跟我們坐下談 我們真的跟他談談談 他就明白他的出發點是他看到 一會兒你聽到他的聲帶都會說 其實他很關注bullying這件事 欺凌這件事 他覺得這件事尤其是姓小眾 尤其是青少年人受到欺凌的話 他覺得這件事很需要adress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他某些議題 其他議題上有些甚麼你仍然不滿 我覺得是溝通 直接跟他談 而不會說是 因為你其他議題曾經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同志議題我都不笑你 不讓你去做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看法的不同 正如是小眾受壓迫 壓迫一件事在一個broad term來講 是一樣大家都應該去反對的東西 歧視是broad term都應該去反對的東西 但是小眾與小眾之間 每一個小眾都有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心態 不同的情況 所以不是說不同的小眾 有他們不同的想法 是在對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大家應該走在一起 互相幫助 但是不代表任何時間 所有受壓迫的小眾 想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另一邊商 幾個同志團體組成的華人我本色 立即發表了反對聲明 他們覺得作為主辦單位的TCJM 有甚麼問題呢 他們覺得這樣做又有甚麼不妥呢 2008年同志大行第一年的時候 幾個本地團體 其實都在棉江瑞瑟 不斷自己做很多動員團體內部 一起做很多宣傳的工作 呼籲遊行和捐款的工作 其中一次我們五夜南 有十幾個哥哥去到一個 中產搞派對的團體 籌委會安排我們去籌錢和宣傳 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發現負責人 其實是把談好的事情 沒有做到 不需要我們了 知道我們五夜南 之後就很懶眼對著我們 就說我們這裡沒有地方 你派兩個人站在這裡就行了 不要走過這裡 你只有這麼多資源 去投放給 去為一些好處境的人去做事的話 其實你真的不要說自己運動 你說自己的利益團體好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原則問題 我覺得所有公民運動 其實本身都有些原則 原則就是除了治理還要理他 譬如我們做一個公民運動 做一個社會運動 其實可能我們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 focus 但我們都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望過其他弱勢的利益 譬如葉劉其實出了名 他人權紀錄很差 而其實TCGM自己本身都知道 但我見到他的回答其實很失望 因為他說其實我已經分了兩回事 只需要我們有一個議會 有多一個聲音 甚至乎他猜測就是葉劉 可能會入政府 他這種整個思維 其實他很舊的玩politics 的想法 就會覺得潮中有人好辦事 其實整個idea是不相信公民社會的 他會覺得總之我插針在政府上 插針在議會上 總之他聽我說 我不管他講什麼其他議題 或者其他議題什麼其他意見 總之他是支持同志的 就OK 不過我自己也覺得 就算他用禁弓來考慮 其實都是插錯針的 因為葉劉其實很清楚 其實他不支持同性婚姻的 甚至乎在他參與IDOL之前 他會問一下中間樂團體的意見 可想而知他有多支持 我對社會納逼的分析 其實我們橫幻雙購 橫幻雙購 我們不可能 譬如說 如果我們要爭取最簡單的 譬如同志要和異性戀在某些權益上看齊 其實不能單單為這件事爭取 我們必定會和其他朋友 例如他種族的議題 年齡 階級的議題 是緊扣的 而這次的事件又反映出 同志運動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整件事其實同志議題想去尋求多黨派的支持 我覺得從某個角度來講 好像是無可口非的 事實上現在的議會裡面 分組點票底下 其實你是不可能過得到的 所以你會看整個同志運動 在過往都是和民主運動很緊密地 陷在民主運動裡面 因爲我們都是要求要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還有裏面都有很多關於自由平權 這些議題是共通的 所以我想同志運動其實是真的要去再和民主運動 再好好的扣連在一起 我想講到尾 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運動 同志運動是一個運動 運動是講集體的行動 集體的行動 就是說要有個集體在裏面 要有群眾在裏面 那怎樣擴大同志運動呢 是講運動和運動之間的連線 譬如我們同婦女運動 但是其實做得不夠 因爲裏面其實一些性別議題 我覺得大家都共通的 還有一個我經常想見到的 就是和愛蓉 愛蓉其實有一個很龐大的lesbian 的組織 我經常都覺得 爲什麽在同志運動裏面 沒有去和這班子妹一起呢 我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同志運動不可能只是一個性小重運動來的 我經常都很希望是 我們除了講同志身份 亦都可以超越同志身份 我見到中學生亦都是 他們會覺得我現在和異性在一起 難保的將來和同性在一起 所以我想青年人現在其實是很覺得自由 權利 多元 這些是他們贊成的東西來的 我想同志運動是很有需要去吸納這班人 令到運動成為不是一個小眾運動 而是一個大眾的運動 我 scribberry 按一下 你 LIKE 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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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